长辈们专心手绘红包袋 老师在一旁细心教导 这里是五甲社福馆社区长辈活动课程 市府指出高雄成立542处西极乡弄站 及540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提供长辈更多元更方便的服务 五甲社福馆是我们在高雄市县市合并之前 原高雄县政府所兴建的 那县市合并之后 社会局就拿来委托给当地的社区发展学会 成立了关怀据点 那在楼上也有我们长辈的长期学院 还有长辈的一些日照中心 以及最楼上是我们身影障碍朋友的日间作业所 那一楼就是一个非盈利的幼儿园 那这么多元的一个福利服务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提供多元的孩子的一些的服务方案 那这样一个据点里面 其实陈其麦市长之后 就一直在营建在打造 比如说现在凤山的自强 我们在那边也是有日照 也有非盈利幼儿园 还有公托 还有社区长辈 以及生意障碍者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在地有这样子一个多元的一个活动空间 让更多的不同族群的都可以到这边来用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使用这样一个场地 市长陈其麦宣布政策力多 高雄市进老卡 博外卡 明年元旦起 改为社福点数 提供长辈 伸张朋友更方便安全的交通措施 我们开始就是一千两百块一年 就是我们可以一千两百块给你坐 属材你坐 坐比较便宜 靠掉这个五十块 这个隔壁车就靠五十块 就尽量坐 那你坐不下就不是 我们就给你收回 所以你要尽量坐 我是鼓励你尽量坐 坐到贪到没坐 你自己拿的就没办 没人说市政府怎样 坐好之后 坐好贪不是坐好贪 坐好贪 坐好贪 就算贪就算贪 所以这个隔壁 我们也真的要感谢我们许志杰委员 跟我们议会志宏议员 都很关心我们在东北市大的福利 社会局提醒 112年12月31日前 以持有禁劳卡 博外卡的民众 于113年1月1日起 此卡至社会局或各区公所过卡 可完成社福点数设置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多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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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